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黄牛说买演唱会的票还得加购名牌包强买强卖 文化部长使者认为这些都算是类黄牛都要开罚 冲去高雄像Blackpink朝圣 没想到周边商品一个都不剩 黄牛趁机大开口不是加个几百块就有 那是一辈子的回忆 有些人会愿意去多花两三倍的钱去买 竟然还有粉丝掏心掏肺掏光的钱包还不够 但要求买票者穿着清凉跳舞 甚至要求性行为这算不算黄牛 已经有这样子的案例了 应该是黄牛而且甚至不只是黄牛的采法吧 还会触犯额授法 妨害风化 文化部提出修法只要一文表演票券 超过定价贩售就是黄牛 最高处票面金额50倍的罚还 不过立委更希望推动实名制 才能彻底歼灭黄牛 只有一个萝卜一个坑 消费者才不会被黄牛坑 华世新闻黄敏慧方琴年代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